很多人家里兑满杂物 包括他们不用或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家里杂物太多 变得混乱不堪 他有可能患上一种心理疾病 叫做强迫性储藏 这种症状时常难以克服 不过不用担心 现在有以家务整理为职业的莫里希 来帮助客户整理杂物 那么让我们听听 他有什么好的方法吧 当你来到住在马里兰州 银泉市的菲欧纳莫里希的家中时 你不会感到他的房子很小 每件东西都摆放得紧紧有条 显得屋子里的空间很大 但是以家务整理为职业的莫里希说 人们很容易用杂物填满空间 现在人们面临很多选择 拿不定主意 因此他们就什么东西都买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东西越来越多 结果不一而同 那就是你的家里杂乱无章 失去功能 你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 莫里希走访这些人的家 帮助他的客户整理家务 他检查了他们积攒的杂物 敦促他们无情的割舍 杂物有控制人的能力 他们想要留在你的家里 华盛顿心理学家 埃尔斯·拜斯·拜尔说 大部分积攒杂物的人都很有感情 知识丰富 具有创造力 而且心地善良 但是当这四种性格 同焦虑 抑郁和关注方面的问题 结合起来的时候 一个人就难以做出决定 谈到扔东西的问题 他说 积攒杂物的倾向 具有家庭的传统 长大以后 你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 得到的教训是 不 你不能把它扔掉 不 你不能浪费任何东西 这些教训常常在你心中扎根 进一步助长你 堆积杂物的行为 莫里希说 人们可以学会处理东西的方法 我发现 很难扔掉我的一些生日贺卡 所以我的办法是 选择一些最好的贺卡 拍成照片 然后把它们拼贴在一起 准确地知道 你有什么东西 以及你把它们 放在了什么地方 是另一门有用的技巧 看看这个盒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盒子 我用来存放 我母亲生我那年的日记 以及我三岁时 做的明信片 这个盒子很满 我不得不开始 拿出一些东西 但是我不会再贴一个盒子了 他与他的客户 分享这种技巧 莫里希说 杂物不是一页积累起来的 也不是一页就能消失的 控制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是一门永无止境的挑战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 也不是一页积累起来的 也不是一页积累起来的